今天晚上我跟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时装 勤在牛回头 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啊 大家首先要把控好我们的资金和风险 因为我们这个补偿与战场 那在硝烟明漫的战场当中的 大家首先要什么呢 首先要自我把控好我们自己 那怎样自我管固好我们自己呢 那大家就要什么呢 就要把你的资金管理好 那在前期的时候呢 要我们几个班长呢 也有大家给大家专门上的 交流的一些资金管理 那我在这个地方就稍微做一下 说明信了 就大家呀 你们在这个市场当中 大家要按照自己的性格 我对我的学员讲一般是把你的总的舱位分成两等分或三等分 那拿出其中的一等分来 在建舱的时候我们也实行三一舱 那架舱的时候呢 我们实行二一舱 那你也使这个装了 你也预判好这个装了 那这个装性 跟于你的性格一样 那要下每一笔单子的时候呢 那首先我们大家要什么呢 你画好一条攻防线 那这条线呢就是什么 这条线就是你的生命 那我这个电脑 没有电脑那我就不画了 画好一条线之后呢 要线上 那你也预判对了 这个装也适合你的风格了 那这个装边天天拉起来了 那你就跟着装 乘着装的翅膀啊 你就飞起来 那如果呢 因为种种原因 市场的原因 装性的原因 对手盘的原因 那第二天呢 他们拉得起来 那他跌破了你的成本位 跌破了你画好的攻防线 那大家要第一时间要出逃 就在盘中的时候 大家打拐 没拉上来的时候呢 你要第一时间出逃 别等这三个点不出逃 那五个点出 也不出逃 十个点二十个点呢 谁是这个市场的主人了 那我们要变成什么 我们要变成主动的交易者 我们只有变成主动交易者的时候呢 那我们才能在这个市场当中快乐的来炒股 那我们整天说 我们来学量学 那大家要知道 我们量学是做什么 那量学的核心是什么 那我们量学是一门 以量柱就是成交量为核心基础的 它用具体的量化的方式 分析研究的是什么呢 分析研究的是量价阴阳 真价虚实 量性转化 还有一个动态平衡 把这些所有的知识啊 它是灵活的 融会贯通的啊 运用于股市实现的 这么一个门科学 老师一再强调我们 因为我们量学与传统 普通的传统理论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量学看的是股票背后的人 也就是中 所以说老师 让我们告诉我们什么 因为我们应该换种眼光 来看这个市场啊 根据呢 就是根据量价阴阳 真价虚实动态平衡 来分析股票背后的人啊 那我们怎样来分析股票背后的人呢 今天晚上就跟大家来一起交流啊 这个秦庄 秦在牛回头 那我们怎样在牛回头的那一刹那 那我们骑上牛呢 那就是老师跟我们讲的回马枪 那回马枪的选顾标准是什么 首先大家要知道 那我们要时装 在这个市场当中 那我一眼就能看到的装 是谁 是什么 是掌停板 因为掌停板是谁做的 是大资金 大庄家做的 那我们一般的散户 我们是打不出掌停来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选股票呢 我们首先要选掌停板的票 掌停板就代表了中 而且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做上升趋势 我们不要做什么 下降趋势 只有什么 只有在上升趋势当中 因为我们是右侧交易 对吧 只有在上涨的趋势当中 那我们才能赚钱 对不对 我们不光要选上升趋势的 而且呢 大家要知道 那第一个版 第一个版是试探版 第一个版 那我们要什么 一试探 试探我们要观止 观察 我们要做什么 不坐换挡 不坐刹车 坐换挡 所以说我们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个 选上升趋势 第二要选换挡的位置 最好是什么呢 根据量线 我们要选什么 过风 过什么样的风 今天老师跟我们讲了 小门中门大门 对吧 我们要选 过风保点打 最好是选过战略风 选百日高浪 那这又过多风的时候 没过风之前 那它就是压力 那过风之后 就是压力变成支撑 而且是一个什么 而且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撑 第二条呢 在我们要写什么 是在前期 逐力拉伸的时候 它是有自己进场的 在前期拉伸过程当中 必须 就是必须的条件 必须要有逐力进场 那我们看的是什么 虽然慢升了 看的是 扬朵阴晃了 对吧 提亮了 必须有自己进场 那自己进场之后呢 它有个什么动作呢 那我们量学 就是真假辨证 对吧 我们量学最大的一个 时装的一个力气 就是什么 我们最喜欢学量学的人 最喜欢的就是 跌下来 它越跌的 越跌的越凶 跌的越欢 那我们越快了 对吧 要什么样的跌 那我们要假跌 不是真跌 它真跌 我们就不快乐了 对吧 我们要找假跌 自己进场之后呢 它在回落的过程中 怎样叫假跌 我问大家 长阴短注 假跌 对吧 所三一 所二也假跌 对吧 特别明显的是什么 突然缩费 是吧 对 这聪明说明了什么 这聪明说明了 主力自信 它进场之后呢 它没有什么呢 它没出逃 对吧 那 假撤退 它的阴谋 它的背后 假跌 必须要什么 必有增长 对吧 那 这个庄家 到底是什么样的庄 我们通过你的假跌 那我们就能知道你的意图 它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它的操盘手法呀 它越凶悍 那它越容易的 马戏掉灯牌 对不对 也就说明 主力自在高原 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大家必须要等 等确认 做证明确认 等待确认是灵魂 那我们注意的核心 和几个要点是什么 那龟马枪的要点 其核心 就是一个假词 假跌 假跌 必然要震荡 这是一个核心 也是我们量学时装的 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假跌 我们通过几个方面 跟大家来交流 总得几个方面呢 量 价 时 空 拐 量呢 量要 缩量到位 手跌 长银短柱三缩 或者四日三缩 有序的缩量 价呢 要下跌到位 他要不破 掌停板的 十顶一 或者须底 先时 后须 微调 抓站起 并且有什么呢 并且有精准最佳 它会再精准说明什么呢 它会再精准说明 这个装 它是有计划 有目的的 并且还有什么 还有老师跟我们讲的长腿彩线风光连眼 如果是在重要的穴位当中 在风部临近的地方 在这个掌停板的十顶当中 如果他长腿 精准来回彩 加上量多 煮了一个下沙行碗 那就是长腿彩线风光连眼 我们要等确认第二天 对不对 再结合什么 结合这个装型 那这个装 它是精装 还是脚装 还是墙装 根据这装的装型 及它的位置 像刚才跟大家交流的位置 我们怎么不坐刹车 坐宽档 因为第一个掌停板是试探板 我们要坐宽档的位置 再一个什么 再一个就是过风的位置 特别是过多风 或者是过战略风 百日高亮风 时间呢 庄家他要打压的时间越短 他的走势越强 时间为什么 时间是在三五八天 如果超过了八天 他往往会走复杂的形式 比如说奥底淘金 或者是在下面做个什么呢 做个奥底王牌 然后再打起来 这就是咱们后话再说 再一个空间 像今天老师给我们讲的 这个小燕子能不能变成行为 甚至要给他一个空间 对吧 包括这个回马枪也是 回马枪最少最少 要给他一个百分之十的空间 上涨的空间越大 那他的回踩越精准 那他在跌的时间 越短的情况下 那他才有一个爆发力 对吧 在拐 拐呢 是上宫的欲望 上宫 就是说我们必须 左证明又确认 等候确认是灵魂 他虽然是长头一踩线 但是我们必须要什么呢 要等候确认 对不对 是一个拐点向上的 比如说呢 黄金先生杨盖英 极英次娘 他一个向上拐点的正兆 最强的是什么 最强是一个灵抗 打破平衡向上升 该跌不跌一个拐点 对吧 该跌不跌拐点 向上的手 这就是什么呢 这是拐 还有一个最典型的标志是什么 老师今天给我们讲的 单枪 那单枪是什么 那单枪是侦查点 那如果这个庄稼 他在左侧有增进场 那跌的时候是假跌 长一短说 缩三一缩二一跌下来的 那在跌的过程当中 他不断地出枪 就像一个像一个侦查兵一样 那这个 这个阵地 阵地是我的 是我的 那我要攻打这个阵地的时候 我先派出什么呢 我要先派出侦查兵来 那我在派出侦查兵的情况下 我一边打 我一边撤退 撤退的时候 一边派侦查兵 你去探一探 敌情 当然敌情那边 到底实力强 还是实力弱 对吧 一边一边一边撤退 一边测试 一边撤退 一边测试 等他什么 等他测试到了这个掌停板的实体 或者虚体的情况下 来一个什么 精准回踩 精准回踩 有计划 有目的的 我就拿到这个位置 这个阵地 我是我的阵地 那达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上方 我也测试到了 笔情 笔情的什么情况 我也测试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吧 而且回踩的时候呢 也是精准 有计划 有目的的 我就 我就退到这个地方 再让我退半步 不可能的 那又有计划的来测试的敌情 又有计划的 然后自己来守到自己的最后一寸土地 这个地方 那时间 时间不能长了 那三五八天的时间 时间一到 他必然会反驳 这就是弹枪 大家永远好弹枪 用好什么 用好侦查的 那回马枪的操作难点 其要点什么呢 其实刚才跟大家交流 回马枪 它的斩法 难点就在于 这家族是不其文 和重要支撑力的判断 还有再次起包点的 把握 就刚才跟大家交流的 还有止损的记录 我们在这市场当中 大家一定要什么呢 不要说 在这个市场中 百分之百的 我就吗 庄稼 它是测试完了 它有进入会 才到百分之百 因为我们股场与战场 所以说大家要 懂得觊触 止损的觊触 那价值呢 跌破重要的基础 是当中百 实底或虚底 一定要跌破 大家就没有支撑了 对吧 大家一定要 及时的止损 或者是不进 对吧 那对资金的管理 大家有什么呢 这是我刚才 开头的时候 跟大家讲的资金管理 一定要分批 分批的建厂 确认股价拉升的时候 那我们再加大仓位 这个地方就分个什么 分个激进的和稳健的 那我的学员 你知道世界喜欢什么呢 世界喜欢 主力的下沙 常会采现的地方 这就是需要我们大家 下一期 王子老师给我们讲量多 那大家也知道 什么叫主力的下沙 一会儿我也跟大家交流一下 主力下沙的地方 结合量多 这是激进操盘手 那稳健操盘手 一定要等吧 等确认 等它拐一点向上的时候 那大家确认再加仓 一个是激进的 一个是稳健的 不同的操盘手 根据你不同的性格 大家来检测 好吧 在回马枪 战法的结合盘口分时量波 就刚才跟大家讲分时量波 在板块的效应 它是不是 这个板块 这板块是哪板块 就是说 现在板块不断的轮动 那前期 这个板块又不断有资金进场 资金进场之后呢 它来一个假跌 那在轮到这个板块 三五八天 轮到这个板块 在热点板块的情况下 往往这个时候 这个板块当中的个股 挥马枪很多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 我们呢 要实现我们眼力三级飞跃 老师跟我们讲 眼力的三级飞跃 是从静态分析 到动态分析 最后到什么 找规律 那我们通过找规律 我们来看一下 300526 这个状态 我们要找吗 前期有资金进场的 对吧 有涨停板的 并且涨停板基因 没被破坏的 对吧 回踩是有底的 大家看 回踩有底之后呢 大家看 它怎样过得 这个百日高两分和左分 过得个多分 它是不是应该涨停板过的呀 而且这涨停板 是什么样涨停板 是长阴短注 那长阴短注的市场激励是什么 长阴短注的市场激励是 主力控盘良好 蓄势待发 并且呢 它是什么呢 让我们大家一眼就看到 什么的 一眼就看到 装来了 对吧 而且这装呢 它控盘能力比较好 都要蓄势待发 那此阶段我们要找 就要找是过风的 过百日高两分的 并且是怎样过的 是海巨不张扬的 是家长量缩的 通过三线规律 我们知道什么 价格月长 月明瓦 说明这个状 控盘比较好 又看到这个涨停板 它是长阳矮注 对吧 那此阶段我们就要看 看 涨停板之后 三日来一个涨停板 然后呢 这一天 它是放出高浪来了 那高浪常态是低 那跌到哪个地方呢 它是跌到 这个涨停板的二一位 跌到这个涨停板的二一位 并且呢 几天呢 又是三天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第一次涨停的时候 它经过三天 经过三天呢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是假银真阳 第二天假银真阳之后呢 然后一个缩让 然后两天起来了 那在这个地方 王魁采的时候呢 它又是什么呢 它又是长银 短注 那长银短注的市场激励是什么 长银短注的市场激励是 主力打击别人的价位 保护自己筹码的一种行为 这种假跌 对不对 在此阶段 我们没有看到 大家看 哎 最后一天 它又是什么 不光踩到这个涨停板的二一位 而且又是个假银真阳 对不对 我们通过第一天看到 假银真阳 它上一下跌 四日 它又上涨 一个涨停板 在这个地方又是三天 而且还又出一个假银真阳 那这个时候 我们大家就要想 这个妆在前期的时候 它空盘比较良好 对吧 而且呢 它长的时候 又是假长量所 又是主力空盘的这种行为 那它在此阶段 它又是三天的时间 并且又在打在哪个地方 打在涨停板的二一位 那二一生死灵的 站门是机会 那我们大家就要想 这个妆 这也是三天 一个假银真阳起来的 那它就是三天 又假银真阳 是 我们要找 是不是 它还要有这个规律呢 有没有这个规律呢 那这一天呢 它有什么呢 只要是它过了什么呢 只要是它过了 这个一 十点 过了这个一 二一位 那我们大家什么 这个妆是不是 假跌啊 就有什么 就有增长 然后这一天也是 大家看 一直价格不断地涨 然后量不断地缩 那我们大家 抓住了这一波 然后这一波 还有同样如此的规律 还踩在什么地方 还是踩在 涨停板的 腰 是什么 它是什么桌 紧装 对不对 它有这个规律 在第二次的时候 在这个第二个板的时候 它才是腰 对不对 那在第三次的时候 它又踩的腰 那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妆是不是有这个习性 有这个规律 一个是实现上的规律 三日 再一个什么 这个妆 它喜欢吗 喜欢踩腰 是吧 是个精妆 那它这一天 在起的时候呢 过了什么 过了索封 这个地方 试问大家 又要亲之 这是什么 这是找规律 通过规律 来什么 来请拿 这个牛回头 那大家再看一下四川双马 四川双马 那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那个软件 它是在 也是过的 过的左风 我这条线 这条线也是过的左风 这条线 那过这条线的时候呢 大家来看一下 它是什么呢 它是跳空过左风 跳空过左风 那这一天呢 它是放量 那首一线呢 我们先走远 对不对 首一线先走远 那首一线先走远之后呢 那我们看到 第二天 它是精准回踩什么呢 精准回踩在这个 放量单枪的蓄底 那老师在量线当中的 几点测销率 都能讲 每个价值的最高点 和最低点 都是谁所外 都是庄家所外 那它精准回踩在这个底 那我们大家也想 那这天如果是用三线规律 我们来分享 庄家三线 那这天如果是庄家出逃的话 那这一天 它能不能来解放这天的筹码 而且它又是在过风的一个地方 是不可能 它来解放的筹码 而且呢 这一天 我们要继续来确认 那这一天呢 它什么呢 它是个缩三一的 这天又是缩量的 长一短束 缩下来 并且又是个什么 又是个精准回踩 在放掉这个单枪的蓄底 又是精准 那它处处呢 一个假跌 又是一个精准 处处一个精准回踩 又是一个过风的一个位置 这天它是什么 左大一 右大阳 那这几天呢 它又是左大一 它这天呢 又是一个右大阳 那再在它回踩的时候这一天 放量的时候这一天 那我们就要想到什么呢 这个妆它喜欢什么呢 喜欢放两碟 对吧 这个妆 第一天它也是放两碟 那这一天它也喜欢放两碟 是吧 那放两碟 我们大家要想要 你现在有这么个习性 第一天你是什么 大阳 第二天又大阳 今天又假跌 假跌下来 然后这一天又是长层板 那长层板谁所谓 庄家所谓 那谁家庄家所谓呢 它是一个长娘 而且是个含蓄不张扬的长层板 那这几天长层板 把这些所有的筹码 全都给你解放了 说明吗 说明 左声明又确认 说明这几天的筹码 全都是庄家在干嘛 假跌的 对吧 那你再来一次 同样的一个动作 同样的一个放调 那是我们要瞪大眼睛的 瞪大眼睛 看什么 你这一次你是金种灰彩 那你在这一次 有没有金种灰彩呀 用它 你过风的时候 你说跳空不补 故事才能如虎 对不对 那这一天长层板 庄家所谓 它又是跳空一直补补 这个缺口 而且呢 它在夏天的时候 它处处是金种灰彩 处处金种灰彩 那这一天呢 它又什么 它长腿彩鲜 这一天 没补 没补缺口 没补零号 就像老师跟我们讲的是 这个气球一样 压压压压 压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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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到几点的时候 它突然一放 就什么了 它会碰 就会跳起来 对吧 那这一天它是最后的一次什么 打压 打压 然后呢 大家来看 这一天 它又说又是个金种灰彩 这一天金种灰彩 这一天也金种灰彩 灰彩在哪个地方 真假高大王 北风 金种灰彩在掌停板的底 这个底 而且呢 又是庄稼控盘的一个底 对不对 金种灰彩 那在此阶段 它是做大一又大一 要三天一洗一个掌停板 那在此阶段 它又是一个放量的 又是个精准的 那这天一个金种归彩 那我们大家是不是叫 清智 按照时间规律 三天 对不对 假跌 假跌必有增长 好 通过我们前两个案例 那这个我要和大家一起互动一下 咱们一起互动一下 那大家也看 那我们通过量价时空管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是要找前期 还有掌停板的 前期这个庄比较活跃的 对不对 它只有前期有掌停板 比较活跃的庄 它才能什么 才能打后面 才能打出回马来 对不对 那符不符合这个要求 问大家 符合 好符合 那我们呢 再按照 我们的眼力三级飞越 大家来进行一个眼力三级飞越 我们从近台分析到东台分析 我们要来吧 要来找规律了 那这个庄前期 掌停板之后 它几天打出一个掌停板了 两天打出一个掌停板了 对不对 更前 龟踩的时候 是不是 龟踩在这个波段的上三级 为什么 被强 对不对 是被强 被强 好 那我们大家再来看 再来看 这个掌停板是什么样 掌停板呀 长阳矮柱 那长阳矮柱是主力 控盘良好 趋势待发 对不对 那我们还来找什么规律呢 大家来看 这个庄家他喜欢什么 用假银针羊 对不对 那假银针羊 四日上涨是什么庄 假银针羊 上一下天再涨 那这个又到这个地方 他又打出了假银针羊来 那第二天怎么了 上涨 是不是强装 好 大家处处看到 这个装是什么样的装 强装 那强装 我们打到这一天的时候 我们又看到前面找规律 两天 时间是两天 两天就一个掌停板 对不对 那这两天没看是强装 我们要做越岸了 对不对 做什么样的越岸 在这个位置当中 它是什么 我们想 如果你是强装的话 你必须要什么 你必须是不是要过风啊 过风之后回踩 然后是不是才能强啊 如果你是强的话 是不是第二天 最强的强装应该是什么 是应该跳风啊 对不对 那第二天呢 那这个时候 他就跳风 跳风在什么地方呢 跳风过的什么呢 跳风不光过的 这个大一 大阳石顶 而且过的这个左风 过的这个高亮 左风 跳风 然后他一个回踩 踩在什么地方 踩在这个 高亮风这个地方 精准回踩 说明这个装 他今天 他有没有计划 有没有目的 有计划 有目的 那我们大家 在这个地方 应该怎么做 是要伏击啊 我问大家 有几个想伏击的呢 举手看一下 咱们通过找规律 我看 还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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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们这么棒吗 大家一看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做的 大家看 六零零零七一七一 嗯 大家看 精准回踩在 左风 那 大家 刚才 谁说要做的 是非你们自己补掌啊 你们好棒啊 你们好棒 学会的 学会的 这一招 你们啊 就能在这个市场当中啊 我们这种快乐的玩耍 对吧 你们好棒好棒 还有个什么呢 还有个就是 这个案例呢 是前前几天 在我的机训群里面啊 跟我的学员交流的 熟记经典牛骨在线啊 怎样熟记经典牛骨在线 300752 它是在什么地方呢 它是在过峰的地方 过峰的地方 它有个什么 有个倍量涨体 那倍量是什么 倍量是主力实力与雄心的分毒剂 并且这一个倍量 解放了 12345678 所有的 这边的筹码 是不是 所有这边筹码 它是什么 是倍量过峰的 倍量过峰这天之后呢 它这么过峰 是不是我们要等 保顶啊 等回彩顶 等这个牛回头啊 对吧 那这个牛它怎么样回头的 那第二天呢 它打出了假印针阳来 打出了单枪来 然后呢 突然什么呢 突然缩背 那老师在量性的组合 转化原子集合定性当中 跟我们讲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亮柱啊 三十五年大家回去看一看 如果你碰到一个突然缩背的一个庄 你要什么 你要瞪大眼睛了 对不对 因为什么 因为它是什么 因为它是假爹 对不对 它是这个庄家 它是坐山观火 一旦它踩到自己重要的一个 它平衡 它平衡一个位置 踩稳了之后 它会干什么 它会崩起来的 对不对 那这一天呢 它踩在什么地方 就近对比 我们看量 必看价 看价 必看量 老师是跟我们讲的 时装 看看八法 对吧 第一个就是看量 必看价 看价 必看量 量价和一 我们才能看得起 然后还有 旧情对比 怎样旧情对比 那我们还要什么呢 还要抓重点找关键 抓什么重点找什么关键 它在什么地方 它是在一个过峰 过峰的位置 就过没过峰之前是压力 那过峰之后 这就是强有力的支撑 那这牛子要回头 这假回头的 对不对 而且是我们要位置定性 位置是过峰 过峰的位置 那是吗 还要等候确认呢 什么等候确认 等什么确认 那这天是不是 这天怎样确认呢 是双养胜啊 是不是双养胜 驾胜量胜 对不对 那这天我们怎么了 是就确认了 他意思吗 不光是 它是过峰 保定这天成功 而且站在什么地方 是这天站在这个高粱啊 是站在高粱之上啊 那我们大家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是就应该什么 是就应该伏击啊 对不对 那伏击呢 第二天呢 大家来看一下 你看时间 大家关键来看一下时间 时间是几天 三天对不对 那三天 大家再来看 看第二天呢 大家看 我们获利多少 从这一天开始 伏击到这一天 第二天是个长通法 它是什么获利30 那昨天呢 这一天开始呢 他又拉了 十那个点 一共什么 40 是不是 好 我还要跟大家 来活动一下 这个什么 这个也是我继续办的 一个作业 从什么呢 咱们从这个 300752 给我们一个启发 启发什么呢 启发大家找什么 找抽软素费的 假跌太明显的 对不对 那这天 就个晚上 我就把这个 这张图发到我的 集训群里面了 我说亲爱的小伙伴们 我说大家 我们来一起做个作业吧 收评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300752 这个装 它是突然假跌下来的 又是什么 在过风的地方 位置决定性质 这种牛 我们大家 记不记住 记住了 那记住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002892颗粒 有没有异曲同工 一个地方 它怎么了 突然缩备 那它能不能和 300752 一个样呢 那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是什么呢 它掌停板缩量 过得高凉 而且高凉 也是走风的位置 对不对 那第二天 这也是个假音阵阳啊 对不对 假音阵阳是被动撤退 往往呢 往往甚至会有个自救啊 而且呢 这一天呢 它是突然的缩备 突然缩备呢 它又什么呢 又缩在什么地方呢 它是虚打敌人 使保自己 打的什么呢 金主任会 在掌停板子 使底 而且收呢 收在掌停板的211位 又收在这个 左风 这个音高亮的 是顶 那我们大家 服不服不服 这符马桥的 这个形态 两天下跌 它而且又是 假音阵阳 次日 又是缩败 而且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 300752 有没有异曲同步的地方 那有的话 那我们第二天 是我们要做一个计划呀 做什么计划 我们大家 如果是 二一生死为站门的地方 是不是二一生死为又是这个大一 是定所谓的 这站门呢 是不是我们就是什么啊 是不是就是机会呀 好 来大家大家来看一下 你们对不对 大家来看 第二天 它稍微有个下跌 稍微下跌站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继续去呢 同学就怎么了 开枪了 开枪了是吧 看什么开枪的 我们看一看 大家哈 2892 大家别说我开枪 我们开枪有个标准开枪 有什么标准开枪呢 大家看一下 是美副权呢 那个谁 我们大家应该不副权啊 那有这一天 我们大家打开看一下哈 这一天 这天这天早盘 它一个地开 我们能不能开枪 啊 因为什么 因为站门站在 应当了 站门站在大洋的二一位啊 没有 是在说我们大家要吗 要等 是不是要等啊 那 然后呢 他在这个地方呢 他突然啊 突然什么 一个尖角 碰上来了 这时候嘛 这时候机型学院嘛 谢谢 这个标有异动了 我说 但是呢 我们大家说 我们要结合了膜呀 那这个地方 我们能不能去 突然啊 一个尖角 是不能进 对不对 它是什么呢 这尖角打到哪个地方 大家来看一下 打到25.26 那25.26是在什么地方 大家看 25.26 它是什么 是哪个地方 是阴的二一位 它是要试看一下 昨天 这个大阴 这个阴啊 二一位 我能不能攻过去 它是第一次是什么 第一次是试探啊 对不对 那试探我们能不能干 冰淇的亮波 健不健康 亮波不健康 而且第一个 又是试探 所以说我们大家 是我们要闻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是这样跟大家讲的 我说亮波不健康 一试探 我们大家要闻 等 等吗 等回踩 看着装 到底他想不想来攻 对不对 这是我的原话 对不对 继续班的同学 然后呢 他一直在什么呢 一直站在人线之上 一直站在人线之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大家是开心了 激进班的同学又开心 怎样开心呢 一是他 而且呢 他又二世功 然后呢 这个什么呢 这个牛啊 他给了我们什么机会呢 在这个地方 灰彩 灰彩在哪个地方 灰彩在左肢右肠 这个地方 并且呢 他又什么 又站在人线这个地方 又是底底抬高的 这个地方 然后什么呢 然后我们集训的同学呢 在这个地方啊 他是个什么 在这呢 主力 他是下筛一个动作 一个肩 肩 什么 肩 肩 远 然后呢 什么呢 大家开始了 就 时间呀 这个状 踩稳了 这个牛啊 不帮他回头啊 他要奔了呀 然后什么 他们就怎么了 啊 对了 那 你们刚才说的也对 也对 你们啊 部长 嗯 大家试试 学到量学们 大家是进出有标准 做到什么 心中晃不晃 不晃 所以大家按照量学的标准来 我们的什么 快乐的来炒股 对吧 那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 我还要跟大家互动一下 咱们互动一下 到底大家是掌握没掌握呢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000551 这个也是什么 这个也是在过风保顶的一个地方 过风保顶的一个地方 前期你看 它也是一个掌层板 对吧 缩量过高量 缩量过高量在这个地方 专家公盘漂亮 那这天也是打出了一个什么 假印镇扬 他回踩的时候也是处处精准 大家看 也是处处精准 在这个地方 那大家看 这一天 他怎么了 这一天怎么了 这一天 缩二一 缩二一 怎样缩二一的 这种回踩在什么地方 又是高量 又是假印镇扬的一个 虚底 对不对 那第二天呢 一个跳空 对不对 大牙 那这一天呢 大家看又怎么了 而是这个量缩的时候吗 放低量是不是 好 那在这一天呢 大家来看 这一天他精准回踩哪个地方 黄金线上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 前期我们看 这庄稼空盘比较良好 那他又打出了假印镇扬 假印镇扬被动车腿往往会有自救 并且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处处呢 精准回踩 并且又是缩背 并且又是缩背 对不对 那在这一天的时候呢 在这一天的时候 他是长腿展现 长腿展现 那我们大家要想 想什么呢 这个庄稼期 他空盘比较良好 他又是被动车腿 而且下跌的过程当中 他又是处处 处处什么 打了缩背 假跌下来 假跌下来 而且呢 他回踩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回踩的时候 他又是一个精准 处处精准 处处进入 这庄稼是有计划有目的的 那在这一天的时候 在这一天的时候 我们大家要想了 想什么呢 这个庄 他既然是假跌下来 假跌下来 那 他又处处长腿展现 长腿展现 风光连眼 他怎么才能风光连眼呢 那我们大家要做什么缘 那高亮顶底 设工房 对不对 那高亮的须底 须底 他什么 为最后的一道 风险线 对不对 那他只有站在风险线之上 这怎么了 安全 对不对 那我们大家想 第一个 究竟对比 他能不能在这个 这个 摇二一位 摇二一位 站稳是机会 就是 究竟对比 这个抓重点找关键 那既然前期 他是这个庄家 他是控盘比较亮 这两天我们看看 他是家长两缩 而且在这个地方 等我们看一下 他也是过风的一个地方 一直是过风保顶 在这个地方 但是 我们大家想 第一个发生点找关键 那高亮顶底设工房 先时候需 微调抓战机 又如果站在个大阳的二一位 那是不是也是机会 对不对 那这一天呢 他一个精准回踩在什么地方 精准回踩在这个高亮的假阴真阳的虚底里 他移过这个阳的二一 我们大家就怎么了 是叫伏击一点呀 是叫伏击一点 这是激进的操盘手 对不对 激进的操盘手 那稳健操盘手是不是应该什么呢 因为这是假跌呀 对不对 它是缩两缩二一的假跌 对不对 那一过这个阴二一呢 我们大家怎么了 是就要开枪了 能能够够的开枪 因为它是前期是假跌 假跌 而且回踩的时候 它又是什么 又是处处于精准的 又是主力有计划有目的的 那长腿彩线风光的 只有达到主力重要的一个穴位上 那在主力怎样一个穴位上 是主力它是掌停板 又是主力控盘之后的这个掌停板 这个地方重要穴位 这个地方 所以说我们才能什么呢 才能长腿彩线风光连沿 对不对 那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对不对 大家来看 你看 它是在此阶段 它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过峰的一个位置 对不对 过峰一个位置 然后呢 它一个假跌 缩二一缩二一 在这个地方 它又精准 尾采在这个假音这样高亮的虚底 这样打起来 然后这天 我们大家就收获一个什么 是掌停板 为你们自己鼓掌 把大家 你们好棒 好棒 大家好棒 是把这个牛位齐上了 大家呀 再一个什么呢 再一个大家 要结合老师跟我们讲的 今天啊 过战略风 过战略风 必起红土 是位置决定心智 就是前期我跟大家 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的 我们要找吗 要找过多峰的 要找过百日高亮风的 那如果是过多峰的 或者过百日高亮风的 那这个庄家 如果是 它是掌停板过峰的 而且前期呢 它是控盘的 这样的庄 它要回头的时候 我们客不客气 那大家看一下 看600860 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一个百日高亮风 那这个地方 它是缩量筒 前面这个高亮 是不是 而且怎样筒的 是缩量过高亮啊 大家看 是缩量过高亮 而且我们要结合吗 结合板块 板块轮动 就是 这一天 它是什么呢 它是这个 气能源板块 起来的 那前期大家看 是机场掌停这个庄 是比较活药的一个庄 而且它回踩的时候 大家看 回踩 这一段回踩 是不是 回踩在这个 黄金线上 对吧 那它这一季波上涨的时候 它又是什么 回踩哪个地方 究竟对比 二一位 又回踩在这个 大洋 掌停板的 十底一 也是精准回踩 对吧 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大家看 回踩的时候 它又是 它又是缩备 在这 而且在这 回踩的时候 是不是 左支右撑 大喜的十字加蓝 是在这个地方 十几天 一二三四五 六天 在这一天的时候 是不是 左支右撑之路呢 这一天 大家看 是弹枪 上头下 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 大家再来看 过双桥 过百日高亮桥 那在这一天 实现三五八天 而且下跌的时候 它是归踩有底的 它是过双桥 假跌之后呢 它又是什么 又是双阳盛 这个地方 对不对 是又是双阳盛 那最强的确认 是跳功啊 那这片 一个跳功 然后又过了多逢 又过了百日高亮 我们大家跟不跟他 客气啊 这个牛 刚刚低头的时候 我们大家要怎么了 爪琴 是不是 是不是 那我们大家是不是 去收获一份快乐 对不对 那大家再来看 再看 今天 大家看一下今天 啊 000155 同样如此 这样同样如此 大家看 这是不是一个 百日高亮桥 在这个地方 那在此阶段 它是不是 缩量过高亮 是不是 它怎样过的 这个百日高亮 这一天 大家来看 这一天是触及 百日高亮桥 那这一天呢 它是不是 一个掌停板 而且还是一个 寒息不张扬的 一个掌停板 而且又是一个 梯亮的一个掌停板 那梯亮常态 是跌对的 那它过的什么 是过的百日高亮 对不对 掌停板过的 那时间上呢 它几天 一二三四四天 并且它灰彩的时候 灰彩哪个地方 是灰彩的 在凹结坟 这个小峰 灰彩凹结坟 这个地方 是不是 并且怎样灰彩的 它是金种灰彩 金种灰彩的 那我们大家看一下 000155 在这个地方不清楚 大家来看一下 这样清不清楚 大家看 这样清不清楚 一二三四五天 是不是 那灰彩的时候 它是不是 唐银短竹 是假跌 对不对 并且呢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要用弯枪 要用好侦察兵 那这一天 它是缩量统告 在过风保领的地方 在过风的地方 它灰彩呢 这是假跌 假跌之后呢 这一天 它是缩量统告 把前方的筹码 全都解放了 用三线规律 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 装灾三线 那它是自行进场之后呢 它又假跌下来 并且呢 它往上弓的时候 得把前方的筹码给解放 那说明这一天的 这些筹码都是谁的 是不是装的呀 左胜流权是装的呀 那它在一下跌的时候 在金种回踩在这个 掌停板的十顶的时候 那我们大家就要怎么拉 是我们大家就要 秦枝呀 就像今天一个样 今天这个板块 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过风保领的 尤其是各国啊 走得也比较好 对不对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过的百日高亮峰 假跌下来 并且又 弹枪 又侦查 并侦查过了 之后呢 又是一个精准 精准规策 那它就什么 顺其自然 它要吗 它就要涨 假跌 并有 正涨 对吧 同样如此 大家再来看一下 好多这样的案例 大家看一下 你看 这个三峡 三峡它什么呢 它是这段 也是过的百日高亮峰 在这个地方 你看 这个地方 它是精准呢 也是过风 保领 精准灰彩 在这个黄金线上 然后搭起这一会儿 又过的这个 左峰的位置 过风的时候呢 它是什么 它是海系不张扬的 港厅板 过的风 然后这一天呢 高亮高亮转移转移过来 把所有的筹码呢 转移到这一天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一天呢 庄稼 这一天 高亮什么 高亮是成交火热的地方 对不对 这一天啊 获利丰厚的 在这一天觉得 哎呀 我获利丰厚了 至少我要一个出逃了 对不对 满足了 而这一天呢 大家又想 哎呀 我们学亮学看 它是不断地过风保顶 不断地过风保顶 又是什么呢 又是海系不张扬的 啊 掌听板过风 那我认为呢 你在这个地方 还有还有金高呢 啊 然后它什么 就一个掌听板 它是隔一天 一掌听隔一天 一掌听 也是过风保顶 过风保顶 打起来的 啊 打起来的 还有什么呢 还有华子科技 也同样如此 啊 也是过风的时候 过风的时候 保顶啊 回踩这个 掌听板时期 时间 五天的时间 对不对 也是长云短柱 下跌下来的 通过今天晚上 跟大家交流 这个青装 时装 青在牛回头 那我们大家 刚才也跟大家互动了 啊 大家嘛 掌握的也很好 啊 只要大家呢 啊 在这个市场当中 要找到自己 稳定的一个模式 啊 那你如果是喜欢 稳健的操盘手 那大家就多找一下 多找一下什么 牛回头的 啊 这样特别是过风的 过多风 过百日高了 夹跌下来的 并且呢还有单枪 去解放 前方筹码的 像这样的装 我们大家要什么 要重视一下啊 只要大家呢 找到自己 运营的模式 我想大家的 学好量线 打好量线 那我们都能在股市上 等飞 啊 今天的分享 就给大家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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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